聽說 都新冠在流血了 他說去年兩百萬噸的文彈 彈碟真文水庫 有人說沒有那麼多 對不對 真文希 直播節目口誤即時重新 卻萬萬沒想到這一片段 成為台南籍三重立委補選 最大戰火 3月8號這場幫助幼農的 陳情簽約大會 卻被指控內容是假新聞 謝榮介說他從來沒有講 文彈又丟在水庫 但是各位看得很清楚 這個節目他下面標題就是寫 文彈又兩百萬噸丟在水庫裡 謝榮介就在這個鏡頭裡面 民進黨立委林俊憲 和黨內同志排排座 大動作開記者會指控 一切都是假 證據來源就是手中這張截圖 但立委大人 你們沒有把節目看完 聽說 都心肝在流血了 他說去年兩百萬噸的文彈 彈碟真文水庫 有人說沒有那麼多 對不對 曾文希 沒錯 兩百萬噸 沒有 來 一萬噸的話 一噸是1000公斤 一噸是1000公斤 應該沒有那麼多 一噸是1000公斤 200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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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澄清 200萬斤 我們澄清 200萬斤 立委很忙 沒時間看完沒關係 我們逐字逐句幫您整理 沒想到一週之後 第二波公事接踵而來 正式發一個函給中天 希望他能夠做更正 那20天內如果他不更正的話 我們才會採取下一步 必要的法律行動 農糧書長胡忠一 針對文彈之亂 首次對外發言就落下狠話 要求電視台更正 政府認為的不實內容 那我們問他 那你的文彈料沒有賣光嗎 他說 他不是只有文彈料 他連白油都賣光 因為他去年他的品質很好 價格也賣得很好 所以並沒有把他的文彈料 丟在這個正文溪或正文水庫的現象 書長鄭鄭有詞 看起來胸有窮足 原來已經掌握當事人 陳姓農民說法 手中握有證據 但回頭再看一次節目內容 陳姓農民從頭到尾 就沒有說過 柚子出問題的 是自己 陳姓農民在直播節目上 想清楚告知自己沒有丟 主持人緊跟著再附和一次 但農良署官員 就和部分立委一樣 看圖說故事 雖然誤會很多 但沒關係 電視台一步一步還原事發經過 希望把誤會解開就好 只是沒有想到還是有人 扣著錯誤繞圈子 這個人還是最高層級 有人說我們有兩百公斤 兩百萬公斤的 還是多萬噸 可能還是三噸 兩百萬噸 無論是兩百萬公斤 還是兩百萬噸 都是很多 被盜在水庫 被盜在西邊 後來證明這是一個假訊息 3月15號 立委補選前最後一頁 總統蔡英文在台上講得慷慨激昂 繼續指控文旦消息來源不真實 但卻殊不知自己漏洞百出 電視鋪天蓋地 好像我們的文旦價格要崩盤了 但是各位現在才3月 大家都知道這個時候 我們的文旦才剛開花 還沒有結果 所以不可能有文旦 被丟在水庫 被丟在西邊 明明文旦滯消說的是去年是請 蔡英文卻沒把時間點搞清楚 在公開場合大肆放送錯誤訊息 張官李戴混淆視聽 就算身邊站了一大群黨內同志 卻沒人及時幫忙澄清錯誤 一句話都沒坑 只要跟我攻擊者同樣色寬 對外的這些選民 有一定程度的人 相信我所講的相關一些訊息 我對對手就可以產生 攻擊的一種效果 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 對 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 對我這個攻擊者本身 就會產生相當程度的一種效果 那就有可能圖利我的政治操作 或者是選舉 隨著立委補選的落幕 文旦之亂也漸漸退燒 但沒評沒句亂指控 似乎上了贏 民進黨立委中嘉賓跳出來 指控系統台綁架小吃店 是系統商說 你只要鎖定A台看新聞台 我就不收你的收視費 有這樣的道理嗎 你家裡看的我送給你之外 你店裡的那台電視我幫你裝 我希望你的顧客 是麵的 是自助餐的 通通看A台的新聞台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有嘛 是不是 我這樣講合不合理 你有沒有裝第四台 有沒有裝有線電視 可是我沒有接受過這種優惠 對 當然 因為你不是開小吃店嗎 公平會主委面對質詢 一臉無奈 因為根本沒有聽說過類似情形 不過民進黨立委很團結 委員會上製作精美報表 一個一個炮火全開 講得煞有其事 但其實證據一個也拿不出來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已經有做相關的調查 系統台並沒有在小吃店 或者是這些部分 去做相關的設定 系統台主管機關NCC 台上駁斥立委質疑 強盜沒有任何相關真實事件 不過還是有媒體報導 餐廳收500元 店內規定只能看中天 但隨即被老闆打臉跟門假訊息 面對子虛烏有 指控哭天蓋地而來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唐德明 在臉書嘲諷 這就像小流氓 打架打不贏 叫警察 只要我族團體 有相信的一種百分比 那我這個話題 就能夠透過網路時代 不斷地傳輸出去這樣的一種 病毒式行銷的傳輸方式 就會沸沸揚揚地炒成一個 事有 事事而真的一個 相關的話題的一種氛圍 只要產生這樣的一種話題性的話 對我要攻擊的那個正式人物 他可能就會產生相當程度的一種 殺傷力道 而加上這樣的一個假新聞 你要去求證 假訊息你要去求證 有相當程度的一種困難性 500元真的就能控制選台權嗎 學者多半認為不可行 短短不到一個月 從文旦直亂 再到綁架系統台消息 可以發現指控都沒有根據 卻在短時間內發酵 成為特定政黨及人士的攻擊武器 不是網軍 是找網路小編 來提供正確的信息 緩急 最近不斷地用假消息 來欺騙農民 面對政府口中的假新聞 行政院農委會不是選擇澄清錯誤 而是紛紛砸下重金找網路小編 表面上強調是導證訊息 再看看這幾次事件 政府的處理態度 到底哪邊說的才是假新聞 民眾自由判斷 要談說保障 這個其他媒體的新聞有沒有自由 請NCC用同樣的標準 從現在開始沒台查 或者把過去吧 因為這也是過去的 也不是今天發生的 這是幾月幾號發生的事 那就當天以後有發生同樣的事情 每一台都拿出來罰 而且都罰一樣 所以這NCC在幹什麼 自從蘇恩昌接的院長之後 這NCC就變張CC了 先主委被告誡 說你什麼事都不幹 然後我們什麼人都管不到你 結果沒幾天他就請辭了 先開罰以後然後請辭 然後就下台 現在上一次有罰過 然後上一次我們也講說什麼 三個市長合體 天縣祥雲這個就罰 然後另外一個 賴葵接任葛葵當天 天縣巨龍宏光也不罰 所以這NCC到底你的標準是什麼 而且作為一個新聞 或者說我們講說傳播的監管機關 我們一直講新聞自由 對媒體的這一部分 我們的要求是什麼 是自律 就是媒體自律 如果從媒體自律的角度 我們來看這件事情的話 第一個 受訪者他口誤了 請問有沒有更正 他有更正了 對不對 如果今天他沒有更正 主管機關NCC下達這個警告說 這件事情裡面說錯了 你要不要更正 你要不要更正 如果這個媒體堅持不更正 發現錯誤堅持不更正 你罰他當然沒有話講 他們有連自律都做不到 所以需要他律你去管制他 這個是當初我們認為在 保護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當下 設立NCC類似美國FCC 這種單位的目的 就是希望媒體自律之外 不得已用他律 現在不是 是自律已經沒有了 直接他律 而且是他律的標準 是不一的 如果你的標準是一致的 那還勉強說得過去 你的標準到底有沒有一致 所以這個 還不是說是主持人講錯 是來賓 我們在場所有來賓要注意 等一下你的單位都不要用錯 你的數字也不要用錯 更正來不及 如果更正超過34秒 超過34秒就要罰了 罰一百萬 所以 所以你就覺得這是很誇張 所以到底開法目的的背後 就會引起人家的想像 你是不是要干預新聞的內容 你是不是針對特定的媒體 這一些想像就會來了 一個民主機制當中 最重要的保障其實就是言論跟新聞 這也是過去民進黨 起來的傢伙 就是說其實今天民進黨 今天這個地位 是從要求這件事情做起的 成立NCC其實也是當初你們 認為新聞局 這個都在前置言論自由 所以應該廢掉 最後成立了NCC的 現在你執政了 尤其蘇仁昌的紀錄 你不是第一次 你在你上一次擔任院長的時候 你就曾經有干預NCC這樣的紀錄 結果你這一次又這樣子弄 然後現在NCC還沒有主委 今天我們在立法院討論一件事情 中選會主委的事情 中選會這個獨立機關 你居然敢用一個 現在才選輸三個月的民運黨 前縣長來擔任 請問NCC下一任主委你要派誰 你是要派一個 弱選者聯盟的人 叫他註銷黨籍 就是宣稱中立然後來擔任 NCC主委嗎 是這樣嗎 這是為什麼 其實我們認為在民進黨執政底下 特別是這兩年 從促轉會到中選會 到今天的NCC 三個國家最重要的獨立機關 完全被你弄成獨裁機關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台灣的民主還有未來嗎 完全沒有未來 而且不要認為民眾看不懂 民眾絕對看得懂你在幹什麼